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2月2日 今天是星期五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電影 近這幾年都是越來越差的 去年有一套毒蝕大眾過了票房 今年似乎又跌下去了 很多時候 人們會說香港市場小了 人們要跟著大陸賺錢 其中一個表表者 就是緊跟著大陸賺錢的人 因為被網民找回 在20多年前 劉德華 去台灣出席勞軍活動 說要報效祖國 他的祖國是中華民國 到了現在 他的祖國就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隨時可以轉換 這個報效的對象 劉德華 最近也成為了中共的助上賓 很明顯 在中共的圈子裏面 他已經進入了 可以說是權力核心 當然是說娛樂圈的 權力核心 因為大家知道 中共最厲害就是搞統戰 各行各業 都有一些屬於 他們認為的愛國愛黨的團體 電影 娛樂圈 當然也要 最新 央視新聞的消息 中國電影家協會 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美術家協會 第10次全國大會 分別在北京閉幕 主席 就是 陳道明 就是中國電影家協會 這次他是11屆主席 范迪安 當選中國美術家協會的第10屆主席 有主席也有副主席 其中劉德華就成為了 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副主席 除了劉德華還有一大堆人 包括於東 大家如果有在香港 或是在看合拍片 都會看到出品人經常見到於東 王健二 尹雄 鄧光輝 劉德華 吳京 張逸 郭帆 黃伯 黃曉明 傅若清 霍亭蕭 這一群人 當選中國影協 電影家協會第11屆主席 其實大陸有很多副主席 國家副主席 也有很多 政協副主席就是有數十個 人大副主席、副委員長也有數十個 副市長也是 這類的著seARS 其實 yrelijk跟美國老學的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跟美國銀行 打交道 即是跟美國的銀行 金融機構打交道 他們很流行的 什麼總裁、VP、副總裁等等 實際上那些都是銷售者來的 不過那個名字比較漂亮 這個 就是中國那種叫職位量化寬鬆 給你一個銜頭好聽一點 實際上 副主席是不是閒職來的 一個地方有幾十個副主席 和窮縣 有一個市長 有幾十個副市長 那些副市長管不同的範疇 垃圾也有一個 然後管廁所也有一個 每樣東西 都有一個副主席 副主席是多得很重要的 跟美銀的副總裁一樣的 當然 他們副主席 通常他們都會 拆鞋叫他做什麼什麼的 明明是副的 也是當是 總老總 所以全中國都是總 劉總 陳總 張總 李總 誰人都總 每個人都總 總到 不知如何總化了 我們 這次說一下劉德華 這個現在被譽為是中共的走狗 電影家協會 這次在北京舉辦 全國代表大會 你聽到這些都知道是共產黨的產物 好了 一群大陸的這些明星 因為 中共搞Party 你一定要去 因為你如果不去 肯定是沒有運行 劉德華 也是 出現在這次的會議上 就是說他 得到中共的認可 而且還有 另外一個香港明星叫做馬俊偉 馬俊偉最近上位 大家都知道 被人串他有十幾個銜頭 然後那些 馬俊偉就即時 他有顯示自己 十幾個銜頭出來 馬俊偉是怎麼回答中共的呢 當然是聽話啦 最重要是聽聽話話 劉德華也是一樣 劉德華也是十分之聽話 十分之配合中共 當然啦 這次坐坐位的位置 劉德華很明顯是現在 已經晉身了一線的地位 馬俊偉就坐後一點 好了 劉德華其實 現在在大陸 那個約程度也可以說是十分之厲害的 他的知名度 基本上在大陸來說就是香港明星的No.1 有很多很多電影 據說 拍了未上映的 就有十部電影之多 也有很多人在嘲笑 拍了很多爛片 在香港 劉德華的地位當然是隨著他 參與這個或是幫董建華支持明日大嶼 支持填海 成為了別人叫填海華 當然啦 香港網友對他不一般印象 甚至乎很討厭他 以前劉德華是很受歡迎的 現在香港就已經不受歡迎了 而且年紀已經不小了 今年62歲 62歲還沒有退休 不會有人說60歲 就說壓力很大而退休 那些是被人炒魷魚的 劉德華是62歲 還在拍無數的電影 也有監製 今年年初有一部片 叫做 潛行 他原來是做監製 自己拍了一份 他飾演奸國 當然是親力親為啦 我看到有一些 片頭介紹 說他如果可以拍電影 拍到90歲都會繼續拍下去 當然是露特風生水起的 也是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 中共 每一樣東西他都要管的 包括 這些娛樂圈 大家不要以為娛樂中共不管 娛樂圈 實際上中國當作是一種民藝戰線 就是他 統一戰線的其中一方 中共 其實任何東西他都要搞統戰 因為 他不希望讓你任何地方轉空子 為甚麼 中共的上台 就是靠 不同的地方轉空子 為甚麼 因為 大家要知道 中共當年怎麼打敗國民黨 就是由不同的領域 都去 滲透 包括在文化 藝術方面 1942年 當全世界都集中對付日本人的時候 即是說中國 全國 都是付出很大的代價去打日本人的時候 中共在做甚麼呢 中共搞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 表面上就說 文藝 服務政治 實際上就是要這些所有的文藝 即是包括 娛樂 社作 文化藝術 所有的人都要向共產黨 投城 全部都要為共產黨服務 娛樂圈當然就是要為共產黨服務啦 實際上 大家不要以為政治 你不關心 政治就不會搞你 因為甚麼都是政治 為甚麼當年劉德華要去台灣勞軍 因為他要爭取台灣市場 他的電影要在台灣上演 所以 年年 台灣的軍人節 所有的軍營 請劉德華一定會去 因為 在這個軍人表演 等於勞軍 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原因 台灣政府會放水 讓他的電影 在那裏 找到吃 當年有一個人 得罪了台灣政府 變成他被台灣封殺 香港的電影圈 沒有人敢找他拍電影 那個人叫做梁小龍 因為說出了一句話 他很熱愛這個祖國 好像類似的樣子 結果 他的祖國是中共國 令到台灣覺得這個人不行 開始封殺他 所以 香港電影當時 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埋埠地方 當你台灣 不能去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的人被大陸封殺 沒有人敢找你開工 因為風水輪流轉 以前要靠台灣市場 現在 台灣人也要回大陸賺錢啦 台積電也是靠做大陸 要不然也賺不了那麼多錢 這個 真的很無奈 但你無奈也沒有辦法 現在香港 就是要給中共 就是要強力的入侵 我們看到 香港 你看 任何人如果不是回大陸賺錢 只是靠香港市場 其實真的是難搞 你說 我們還有幾部電影拍得很好 什麼獨屍大狀 全部都可以在大陸上演 當然啦 你說香港收成億票房當然是不錯啦 肚肚也有一億票房 不是肚肚也有 你如果上到大陸那些片子 就可以賺到很多錢 投資者也一樣 如果不能回大陸的 我投資也很有限 我最多投資一點 不敢投資得大 這個 就是沒有辦法之中 別人用這個飯票來控制你 你沒辦法啦 尤其是 你做娛樂圈是吃四方飯的 你也不敢得罪任何人 現在的香港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有梅姐 有些很企硬的藝人 現在 我想也很難找到一個半個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朋友也選購 我們的VPN 可以保障你 上網的安全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 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Wiii 如果在我身上看到 我會這樣想 試一下